我叫楊吉神 我的這個書裡名字叫墓碑 我年紀大紀荒 因為這個事件是中國 這個歷史上很重大的事件 在和平年代 在沒有文藝的情況下 幾千萬人在三四年之內就失蹤了 這麼多的事件多年代被掩蓋 所以有必要把它寫出來 告知後事 就是讓大家習習教訓 不要重新出現這樣的災難 這個書裡面叫墓碑 為什麼叫墓碑 墓碑我的前言有四重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為我死去的父親立個墓碑 我父親也是五九年臥死的 第二個為三千六百萬 中國臥死的農民立個墓碑 第三個就是為造成幾千萬人 無故死亡的制度提前立個墓碑 第四個意思就是 因為寫的墓碑有很大的政治風險 如果以為我寫這本書 險遭不測 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我覺得產生大饑碑的根本原因 還是當時的集權制度 就是政府控制了一切資源 就是不讓老百姓 尋求事物的權利 所以老百姓在這個制度下 只好 如到困難 只好坐以待避 就厚厚地在家裡餓死 不讓逃亡 金服也不給救濟 甚至國家糧窟裡 還有很多糧食 就不拿出來救濟災民 在過去皇帝時代 如這天災還發放糧食 在這個時候 那麼多糧食放著還不給他們吃 還甚至出口 所以這個體制非常降荒 這個有糧食不讓放 就是這個糧食 毛澤東講的手中有糧心裡不慌 手中有糧不是農民手 是政府他手中有糧 比如說他擔心戰爭 什麼這些東西 他希望國家庫存留些糧食 也要防止戰爭 這樣一個他可能不是瞭解情況 不存在多少糧食 老伯仙經過的情況 他知道一些 也不知道那麼嚴重程度 因為下面鄉上說的 都是好話比較多 真的饑荒情況都掩蓋著 無私人不願意鄉上回報 老伯仙沒有造反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政府控制非常黏密 所以我講的就是 就是政府全力地課張 甚至到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田野 每一個車間 每一個班族 甚至到每一個人的大佬和常位 就是當時有現代武器 現代交通 現代通信設備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 都在政府武器的設業城之內 所以不可能有宋江的兩山坡 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金剛山 所以當時造反是很難的 但局部的動難是有的 局部的造反是有的 就很快被鎮壓下去了 我的書上寫了很多局部的動難 有的造反也有 這個大饑荒對中國的現在的影響 還是很深刻的 首先這個大饑荒的原因 是這個集權制度 文哲的它認識這個制度的原因之後 就推動中國的改革 是一個很強大的動力 大饑荒當時由一年開始 就為了當地一些基層幹部 為了把他自己吃飯 所以把土地放開 讓農民自己種 就叫包城道戶 包城道戶 後來六三年 六四年 六二年以後就受到大饑荒 改革開放的這起點就是 安徽農民包城道戶 這都是從大饑荒年代 留下來藏創的經驗 因為大饑荒本身 或者中國很多政治事件 都是一個環節 靠著一個環節 上一個事情 都是下一個事件的原因 如果沒有大饑荒 就不可能有四清 沒有樊尤卿 如果沒有四清樊尤卿 也就不可能產生文革 大饑荒是文化革命 產生的原因之一 如果沒有文化革命 把中國的國際政策 推向激動 也不可能改革開放 因為我是新華社高益機制 我在採訪的其他題目的時候 就順便找國地的 當地的新華社分社的社長 都是我的朋友 讓他們去找孫偉秘書長簽字 才能看到這些檔案資料 我在寫這本書 我跑了十二三個省市 收集了十五千萬字的資料 還訪問了上百個當事人 還看了幾百個縣裏 縣製 所以資料很多 累起來都一米高吧 這個資料用紙張累起來 就一米高 為了收集這資料 我從九十年代 九七年開始 差不多將近十年年收集再寫著吧 都十來年時間吧 後來一邊蘇集一邊寫著 可信的是國家檔案的資料 都是當時領導部門 或中央領導部門的調查報告 是當時人的技術 所以我仍然是可靠的 因為作為記者總是想寫重大的事件 中國共產黨建黨江國以來 重大事由反右落尊 但是我沒趕上 也比很多他們自己寫了 文化革命以後的事件 就是大饑荒沒人寫過 外國人寫 寫得比較膚淺 所以作為一個職業記者 寫重大事件是個記者的追求 當然這個事件 家父也是在奧斯來 但這個事件本身 並不是一個家庭問題 是個民族問題 是個國家問題 這麼一個重大的事件 如果不記錄下來 對國家民族是很受遺憾 因為我有句話吧 就是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歷史 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 所以記下這段黑暗的歷史 是為了將它軟離黑暗 記下這個災難 希望今後不要重犯 重新出現這個災難 也是一種歷史責任